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不会杰克 这是我在看过《齐邦元》据刘和之前写的文章 好,介绍给大家 可耻的《流亡作家论》从《齐邦元》如何被排斥谈起 2013年12月20日0点34分 浏览10138 回想2,推荐25,引用0 许多台湾作家及厌恶外省人的历史 若真的不喜欢,至少要讲出个理由 像我常批判一些眷村文化 大臣一包现象就会谈到 未来或许会有一个系统性的介绍 而这些台湾作家的厌恶 却没有任何理由 只因为他们认为他他们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就从齐邦元谈起吧 谈此之前 我认为目前台湾社会对于省级情节 本省外省之争越来越不严重 所以并不是我批判重点 写下这段文字的最大目的是 让各界看看一位国家文艺讲得主的嘴脸 看看他如何从充满不屑到唾面自干 几年前 龙印台大江大海一书大红 后来齐邦元写了巨流河一书 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注目 我并没有看过巨流河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看了会产生极大的不满 2010年8月14日 李明勇在自由时报不能遗忘的历史一文写道 当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正记忆着大江大海巨流河整理流亡议事 台湾人不能只顾着钱钱钱 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能只宣扬经济经济经济 被出卖的台湾是怎么造成的 吴卓流的雅西亚布尔 钟李和的白鼠的悲哀能够不知道吗 这段文章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李明勇认为齐邦元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李明勇认为巨流河是流亡意识无疑 而且从上下文看来 李对齐的态度很负面 2013年11月22日 康宁祥发表其回忆录 隔天这则新闻似乎没有出现在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上 当时齐邦元也出席了发表会 自由时报对他的话给了不少报道 在台以五代齐邦元判台湾被喜爱 尊重相当有趣 摘录如下 他家来到台湾已经第五代 真正在台湾落户 不仅父母亲都埋骨在淡水山上 未来他也会埋在那里 不会再回辽宁 大陆都称他是台湾作家 希望台湾的一些人不要再说我是流亡作家 康宁祥说 民国64年 他担任立委问政三年后出了第一本书 齐世英就帮他写序 68年高雄事件发生后 齐世英还向大陆老贼朋友们借钱 去帮助受难者家属 当时是蒋经国最有权势的时候 这种人去哪里找 台湾居然还有人称齐邦元是流亡作家 实在应该感到惭愧 自由时报有网友明桑汤询问 Please let us know who and when 称齐邦元是流亡作家 我在此义务替广大台湾人扫盲解惑 称齐邦元是流亡作家的就是李明勇 在这则新闻见报后 或许是齐邦元父亲前立委 其是因过去的一些行为感动了一些读者吧 纷纷投书表示他不是外人 而且认同台湾 连联合报的张作景 公寂也被感动到 人是否会改观呢 至少自由时报有不少肯定的声音 真不容易 大概是感觉到脸上无光 陈水扁赏的国家文艺讲得主李明勇 写了两篇文流亡的意义与归属或漂流 流亡的意义说齐邦元父亲令人动容 最后东拉西扯 说在文学领域的诗人 作家常常在现实中流亡 战前被日本殖民 战后被国民党中国殖民的台湾 在严肃的意义上 有哪一位真挚的台湾诗人 哪位真挚的台湾作家不在流亡之中 当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正记忆着大江大海 据流和当齐邦元父亲的过去 终于感动了李明勇后 又开始鬼扯在严肃的意义上 有哪一位真挚的台湾诗人 哪位真挚的台湾作家不在流亡之中 你怎么功亏一溃漏了 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这句话 你怎么不为把他排外道歉 你就是不把他当台湾作家 康明强说台湾居然还有人称 齐邦元是流亡作家 实在应该感到惭愧 李明勇 你这个国家文艺讲得主的字典中 是不是缺少惭愧这两个字 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 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对他而言 只要到了有自由的地方 就可以把那当成祖国 李明勇不一样 他始终流亡之中 而不管他自我感觉如何 又认为别人流亡之中 最奇怪的是 几年前不屑当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正记忆着大江大海 据流和整理流亡意识 现在有脸说文化界的觉醒与反思 比什么都重要 你的觉醒与反思在哪 齐邦元很可怜 希望别人把他当台湾作家 且不要再说我是流亡作家 终究不可得 李明勇就是一口咬定 你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且流亡之中 怎么办 连父亲过去都搬出来也没有用 连康宁想讲话也没有用 连不仅父母亲都埋骨在淡水山上 未来他也会埋在那里 这话也没有用 连他三个子娶的三个媳妇 全是台湾人还是没用 看来国家文艺讲还真伟大 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流亡作家这话 恐怕只要李明勇这类人存在于台湾社会 齐邦元永远都会听到吧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3年12月20日 在台一五代 齐邦元判台湾被喜爱 尊重 自由时报记者陈慧平 台北报导知名文学家齐邦元 昨天出席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回忆录发表会表示 他家来到台湾已经第五代 真正在台湾落户 不仅父母亲都埋骨在淡水山上 未来他也会埋在那里 不会再回辽宁 大陆都称他是台湾作家 希望台湾的一些人不要再说我是流亡作家